好当我们用Sallyworks转图IGS进入PowerMill会发现多了很多的参考线 那虽然说不会有影响但是我们希望还是把这个参考线给删掉 那我所用的方法为了避免胡乱选到一些不必要的曲面被删掉 所以我会先把这些曲面的部分选起来 然后按右键把它隐藏 然后天花板按右键隐藏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线 你就可以直接框选 按右键编辑删除已选 同样的这边也可以这么做 框选按右键编辑删除已选 框选按右键编辑删除已选 这时候把一些该删的线都删掉之后 那我们原来删掉的曲面用键盘Ctrl-L把它叫回来 那这个时候把一些该删的线都删掉之后 那我们原来删掉的曲面用键盘Ctrl-L把它叫回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大部分的参考线都删掉了 那最后再做一下修订就可以了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些不必要参考线的删除 那这个问题是发生在Sullyworks 2014绘图才会出现 如果用Sullyworks 2012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